本分局在接貨報案之後 立舉有跟警察局的刑事警察大隊 組成專案小組 足以過濾跟訪查附近的民眾跟相關的資料 那經調查他涉及人 他因為參加國考壓力很大 以致心情不佳 所以他在賣場 他買了一盒雞蛋之後 他騎乘機車在市區隨意的閒晃 他刑經掌款的前面的時候 他發現前面有一塊空地 於是他便提一下機車 那朝在該宅館的門口 樹立的這個石塊石頭丟了兩顆雞蛋 那我們本分局前段調查之後 本分局會以刑法的恐嚇罪 及社會秩序違法 來涵送台南地檢署跟法院來辦理 新的議題 全世界世界大衆 贊州 我入百寨 rê proyect by bwd6